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逆袭传奇,当年被看不起,如今却成为全能明星 白玉兰之夜时尚盛典星光翼翼,赵丽颖等明星红毯表现抢眼 赵丽颖高定装扮女王范十足,面对不时传闻展现坚韧 娱乐圈舆论复杂,我们应理性看待,支持用心演绎的艺人 时尚界的璀璨盛况,着实令人振奋不已 提及白玉兰之夜,那绝对是时尚界的一大盛世 群星晦翠,潮流先锋与异异星光共舞 仿佛将高定华服与璀璨星光柔捏在一起,在红毯上绽放无尽光彩 谈及红毯风采,明星们的各展其能实在令人目不暇接 而关于赵丽颖,这位多面女神的成长轨迹 简直堪比一部鼓舞人心的励志影片 尽管外界偶有风雨,她的坚韧与成长却不容忽视 真正的她,远比留言更为丰富立体 步入这场时尚与娱乐的交响乐章 赵丽颖,胡歌,朱一龙等人的红毯表现如同一部活色生香的大戏 赵丽颖的高定装扮,女王气场全开 与主持人互动间尽显天后风范 举手投足洋溢着自信魅力 胡歌的西装革履,沉稳中透露非凡气度 朱一龙则以休闲风格独树一致 笑容温暖人心,成为红毯上一抹清新之风 遗憾的是,红毯的闪耀常被流言飞语所遮蔽 知三当三的传言,虽令人啼笑皆非 却也反映出舆论的双刃剑效应 深究之下,这些传言往往站不住脚 赵丽颖的真实形象与奋斗历程才是关注的焦点 正如时尚界所强调,时尚是个性的宣言 勇于尝试与自我超越,恰如赵丽颖在演绎道路上的坚持与突破 面对知三当三的不实传闻 其对赵丽颖个人形象及职业生涯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谣言虽误,却也映照出公众人物面对舆论挑战的不易 重要的是,我们应理性看待,聚焦赵丽颖的努力与成就,而非被虚妄之言所误导 赵丽颖从平凡起步,对演绎的热爱与不懈追求铸就了她的今天 早期的坎坷与挑战,非但没有击垮她 反而锤炼出更加坚韧不拔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 至于《白玉兰之夜》,这场盛会不仅是星光的聚会 更是时尚多样性的展现台,每一个瞬间都闪耀着创意与魅力的火花 明星们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对时尚前沿的诠释,引领潮流风向标 展望赵丽颖的演艺事业,凭借楚桥传等佳作奠定的坚实基础 未来无疑充满无限可能,每一部新作都饱含观众的热切期待 而对于那些围绕她的传言,保持理性,坚守真相,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赵丽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实力胜于一切 那些流言蜚语终将成为过往云烟 赵丽颖的职业生涯如同一部精彩的逆袭传奇 她的成功不仅源于个人才华的展现,更是无数努力和坚持的结果 从初出茅庐时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全能明星,赵丽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是努力的真正意义 在演艺圈,赵丽颖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回顾她刚刚进入娱乐圈时,赵丽颖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质疑 她的外貌并不是当时流行的类型,而她的起点也并不高 很多人对她的未来充满怀疑,甚至有不少声音认为她难以在激烈的娱乐圈竞争中脱颖而出 然而,赵丽颖并没有因此气馁,而是选择了更加努力地提升自己,不断挑战更高的演艺巅峰 她在刚开始的时候,常常接到一些小角色的角色,而她以扎实的演技和敬业的态度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只要有足够的努力和执着,就一定能够打破固有的偏见,争取属于自己的成功 赵丽颖通过在各种类型的角色中不断挑战自己,积累了丰富的演艺经验,也逐渐积攒了广泛的观众基础 她在影视作品中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不仅成功地塑造了多个竞典角色,还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聪慧美人,还是现代剧中的坚韧女性,赵丽颖都能够通过其精湛的演技,将每一个角色都演绎得入目三分 她的每一次突破都让人感受到她作为演员的成长与进步,也让观众们对她充满了期待和喜爱 赵丽颖的成功,除了与她自身的努力和才华分布开外,还与她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坚持密不可分 她始终保持着谦逊和真诚的态度,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她都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她的价值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通过不断的努力和奋斗,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对于观众来说,赵丽颖的成功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圈的传奇,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励志故事 她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只要有梦想和坚持,任何困难都能够被克服,任何目标都能够实现 她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胜利,更是对所有在追求梦想道路上奋斗不惜的人的一种激励 在未来的日子里,赵丽颖无疑会继续带给观众更多跨国偶像揭秘,王一博在泰国的超级人气如何形成 近年来,随着亚洲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越来越多的中国艺人开始走向国际舞台 在这其中,王一博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出色的艺术成就,在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获得了极高的人气 就在8月5日,泰国知名电台特别报道了他的生日,并呼吁大家一同送上祝福 而泰国Mono29TV也宣布将在8月10日播出他主演的作品《长空之王》 这一切都表明,王一博已经成为了连接中泰两国文化的一座桥梁 这部由王一博主演的电影自上映以来,便在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功 并成为华语电影票房排行榜前列的作品之一 此次在泰国播出,不仅让更多泰国观众有机会欣赏到这部佳作,也进一步展示了王一博作为演员的实力 该篇讲述了一位飞行员的成长故事,不仅有惊心动魄的动作场面,还有深刻的情感表达,无疑会触动泰国观众的心弦 除了演员身份之外,王一博还是一名优秀的舞者,歌手和主持人 他在多个领域展现出的才华,让他成为了一个全能型艺人 这种多面性让泰国观众看到了不同于传统影视明星的一面,增加了他的人格魅力 王一博在各种场合下展现出来的真诚态度和谦逊性格,也赢得了大量泰国粉丝的心 他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以及对粉丝的尊重,让人感受到一种正能量的存在 王一博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上,更重要的是他成为了中泰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 通过他的作品,泰国观众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 促进了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交流 王一博与泰国粉丝之间的良好互动也是他深受喜爱的原因之一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活动,他都能与粉丝保持密切联系 这种亲近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从泰国知名电台为他庆祝生日到泰国电视台播出其作品 可以看出泰国媒体对王一博的高度关注 这种关注不仅仅是对一位艺人的认可 更是对中泰友好关系的一种肯定 王一博主演的电影能够在泰国取得华语票房前似得好成绩 足以说明他在当地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这不仅证明了他作品的质量 也反映了泰国观众对他的喜爱之情 随着《长空之王》在泰国的播出 王一博在当地的知名度将进一步提升 预计未来会有更多合作机会 不仅限于影视作品 还可能包括音乐、时尚等多个领域 这对于促进中泰两国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王一博之所以能在泰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 获得如此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既得益于他出色的表演技巧和个人魅力 也离不开他对粉丝的真诚与尊重 随着他在泰国影响力的不断扩大 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泰国观众 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中国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近年来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多才多艺的表现 迅速在国际舞台上展露头角 尤其是在泰国 成为了无可争议的超级偶像 王一博的泰国人气不仅令人惊叹 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本文将深入探讨王一博在泰国的超级人气形成的原因 以及他在这个过程中的努力与成就 王一博在泰国的超级人气 多方面的因素 王一博的成功不仅仅依赖于他自身的才华 还与多个因素密不可分 首先 王一博在中国和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一贯出色 无论是在舞台上的精彩演出 还是在荧幕上的出色演技 都使他赢得了大量的粉丝 这种魅力无疑也吸引了泰国观众的注意 多才多艺的全能形象 王一博以其全能的形象而闻名 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 还在舞蹈、歌唱等方面展现了惊人的才华 泰国观众对这种多才多艺的偶像有着极大的热情 王一博在舞台上展现出的高水平舞技和感染力十足的表演 不仅获得了国内观众的认可 也赢得了泰国粉丝的心 积极的跨国交流与合作 王一博在国际舞台上的积极表现 也是其泰国人气的关键因素之一 他参与了多个国际合作项目 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的推广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 王一博不仅展示了自己的才华 还促进了中泰文化的交流 他与泰国明星的合作 以及参与泰国的电视节目和活动 使他在泰国的知名度和喜爱度迅速提升 品牌代言与广告推广 品牌代言和广告推广是王一博在泰国提升 人气的重要途径之一 王一博代言的多个国际品牌 在泰国市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他与泰国本土品牌的合作 不仅增加了他的曝光率 还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泰国市场的地位 这些品牌的广告宣传活动 也使得王一博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粉丝的热情支持 王一博在泰国拥有一群忠实的粉丝 他们通过社交媒体和线下活动积极支持他 泰国粉丝组织的姻缘活动 粉丝见面会和其他形式的支持 使得王一博的形象更加立体和亲近 这种粉丝的热情支持 也是王一博在泰国人气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结论 王一博的国际化战略与未来展望 王一博的成功不仅是个人才华的体现 更是他精心策划的国际化战略的结果 通过不断地拓展国际市场 积极参与跨国合作以及与粉丝的互动 王一博不仅巩固了在泰国的地位 还为自己未来的国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成功经验也为其他国际化发展的艺人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作为观众和粉丝 我们不仅要欣赏王一博在舞台上的精彩表现 更要学习他在追求梦想过程中的坚持和努力 王一博的成功告诉我们 真正的偶像不仅仅